人生好像沒那麼長假期可以去南美 所以就膽粗粗趁暑假南下 體驗50天的南美洲之旅 5月10號訂機票 5月17號出發去阿根廷首都布爾諾斯艾利斯 聽回大部分人去南美都是一年前計劃好 我那時應該真是瘋了 50天內分別去了5個國家 阿根廷、巴西、秘魯、玻利維亞、智利 拍了接近2000條片 希望十年之內會出得完片 想想都不知道拍那麼多做什麼 事不宜遲 立即去看看阿根廷最壯觀的景點 伊瓜蘇瀑布 由於伊瓜蘇都有200多條片 所以可能要分三集出了 伊瓜蘇環跨三個國家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 我就留了兩天在阿根廷 一天在巴西 由阿根廷IGR機場出發 去市中心住一晚 再連去兩天 阿根廷的伊瓜蘇國家公園 之後去巴西住一晚 第二天去完巴西的國家公園 就直接去IGU機場的機走 說回阿根廷首都的AEP機場 AEP是布爾洛斯艾利斯主要的內陸機機場 近視中心 行下是紮場的一字形設計 好多人好逼 但內陸機好便宜 連我的大行李都只是70元美金 背包三十至四十的話 真是好逼 飛兩小時就到了 真是Vitland上去 看過世界出大奇觀 隨時出發都可以 IGR機場好小好小 一眼就看了入境大堂 之前找過應該是有巴士出市中心的 十分鐘一班算是好密 但Aerb&b的屋主幫我找了一個雙屬的司機 給幾十元就直接車去住宿地點 人生路不熟都是穩陣點好 入市中心的路段都是單線雙程 塞起上來都好金 去國家公園就可以找這個巴士站 只有1,001個 這間Vio Uruguay 就是剛才說的機場巴士服務商 它亦是主要去國家公園的巴士 來回1,300元 即港幣10元一程 都算是這樣的 另外這個巴士總站 都是其他長途巴士線的大站 去巴拉圭甚至去巴西聖寶羅 想過境就自己過來格格 但巴士過境就很麻煩 巴西那集再說說 等巴士條龍在淡季都好長 不早點去排都是送車尾再等20-30分鐘 可能旺季會開密些 巴士就整個旅遊巴 坐得都挺舒服的 車程20分鐘左右 到達入口又排長龍了 門票價格1萬元 但阿根廷披索跌得好慘 你看它已經黏了這部 不斷加價 左邊都有Locker 估計下機立即來都是可以的 但風險就自理了 在右邊也有一條長龍是買票的 我想看看你的巴士一停在哪裏 以及是不是開車之類的 這個就是七大自然奇觀 耳瓜酥 那隻飛就很快買到的 不知道那些人在櫃檯前等什麼 排得很久 這裡應該可以進去了 接著可以scan QR Code 就看介紹 QR Code就是地圖 大部分進去都是直衝的 走200米左右就會見到這個位 是買衝瀑布底的The Great Adventure 記得要問黃衫工作人員查詢 拿時間票先 就是這個 很多人都不知道 排完才知道買不到 安排都好混亂 態度也一般 The Great Adventure 收費17,000匹 貴得離譜 但沒得選 巴西那邊行程更差 每天有6個出發時間 看到裡面塊板畫 Walk-in名額 每個時段有25-30個 9點半後才入場 應該會清晰 旺季就8點半入場 要坐火車 要在這裡拿一張免費票 火車是100米前 現在的時間是10點10 他給我一張票是11點半 還有些時間走附近的條路 出發 這邊就是第一個火車站 有票就可以等上車 我想他不滿都會讓你上 右邊可以走第一條步道 整條路都被樹林圍住 有很多中南美洲的勇觀南鴉 英文名叫Plus Creslet J 好過難讀 顏色那麼特別 還以為它們是什麼瓶藝物種 其實它是屬於蟒藝 即是阿根廷人都見慣見熟 走到一半就會跟火車站有交叉點 這段步行徑10分鐘左右 然後還有第二個站 今天有個消息停的 站這個位置可以去很多地方 第二個站就得一半人下車 所以要這裡上車的話 可能要等15分鐘下一架 甚至兩架 我就選擇走回頭 跟著一張票 穩穩陣陣上貨車 結果又沒什麼人 其實要上頂可以一路走上去 不過我就不建議了 首先是全程都濕滑泥地 加水桶 然後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給你看 這個情景我想起阿里山小火車 跟一些景點的火車 可以跟對面說個Hi 火車上到頂須時25分鐘 到站就可以圓橋即行 沿路風景已經可以嘩幾聲了 步步前直欣賞一下美景先 但建議回程先拍 直衝去按摩煙喉 中途有個位置有大量用觀藍鴉 還有一堆很漂亮的蝴蝶 的一堆 所以我就會看到 是有無聊 那一堆均勢 也會有很大的 一堆均勢 可以看到 在這堆均勢 Devils Throat的平台挺長的,但一等就會找到位置 最美的位置有收費攝影師霸主 第二天去就沒什麼人,一來早,二來水花勁到下雨 一走上橋就水上樂園,拍得都沒那麼清晰 來回家拍照一個小時走不掉 主要視乎多不多人拍得久不久 這區也有很多場地碗紅Coti在這裡找吃,比遊客養得肥肥白白 你還好,很棒 我前面對樓盤的走避不安 真是不給我錢 麥克風名 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很 這裏是750元,100g 餐廳 都蠻大食的 剛才這間雙送餐廳就爆炸 太匆忙想休息一下就去了隔壁間自助餐 隨便收費都蠻長的 另一邊也有些燒肉和蔬菜,好吃一點 這餐是布菲來的 7100元 加上啤酒是7800元 有些燒的食物 還有百杯甜品 算是良心企業 其實有十顆飛機應該有自己選擇的甜品 有錢嗎?酒店 吃飽飽就去逛Inferior Circuit 主要圍繞山腰走,在低角度看瀑布 走走走還見到一隻猴子 疑似是烤猴Hala Monkey 瀑布真是看到沈尾疲勞 是一般景點見到這樣的瀑布的樣子 在這裏已經變得不太出眾 這個位置可以看完Devil's Road 和右邊的瀑布裙 官方說要90分鐘才能走完 我部速快45分鐘就看完影 有彩虹嗎? 有彩虹嗎? 看見到啦 這裏有車的坐車 但我不知道是給老人家還是付錢 好,四點半挑戰Superior Superior這條路要上一點點山 景觀漂亮很多 還有走到近距離看瀑布頂 官方說120分鐘 同樣地我一半時間60分鐘就完成了 最後讓我看到兩隻托哥巨嘴鳥 Toko Toucan 近距離看見大嘴鳥很神奇 他們又不怕人 The Great Adventure 遲了25分鐘 之後就要坐20分鐘車 導遊是相遇介紹西班牙文和英文 船就得西班牙文 下車之後就沿樓梯落河邊 中途會派個黃色的防水袋 都幾大過的 放到我對鞋加個中背囊 上船前會有人幫你穿救生衣 然後就自己選個漂亮位 上船後都還有幾分鐘你收拾東西 脫鞋內飲食袋 沖沖前大概有5至10分鐘不用濕身影瀑布 看到導遊開始穿雨衣 大帽和大帽就收了一些不防水的相機電話 大瀑就玩兩次 細瀑就玩三至四次 中間會有些回復時間 總之就是會濕掉了 最後那下是有機會脫鞋 但全部都很爽 可以盡情給瀑布洗擦一下 記得帶一雙拖鞋 因為要走上山 濕了你就穿不到蜜和鞋 上山的中間位有幾格廁所和跟衣室 還有一個攤位賣高布 拍你在船上不會上 趕時間就上去等車位才換 多些椅子但沒有廁所 其實衝服套票都很貴的 但我覺得都值得的 尤其現在阿根廷披索片值得這麼厲害 價錢其實相對上便宜 還有最重要的是 山長水遠過到來 沒理由只看瀑布不沖 下集看看阿根廷的 伊瓜蘇港市中心和Airbnb是什麼 拜拜